兩岸開放交流超過30年 每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的機遇 第一波是製造業 第二波是餐飲服務業 而現在在大陸享有優勢的是台灣的文創產業 因此這兩年有不少台灣首作經驗的工作者 一邊在台灣開課 一邊搭著對岸品味喜好的順風車 登陸挖掘商機 好玩就很舒壓 就覺得它很美啊 然後有療癒的效果 低頭買手非常專心 這首作香專是小資粉粒們的最新體驗 石膏櫻化之後可以吸附精油慢慢釋放香氣 有香包一樣的效果 卻又比傳統香包更有視覺性 視覺上跟嗅覺上都有不同的感受 就是看到心情很好啊 然後聞到味道感覺心情也比較好 好玩的是這個乾燥花 因為他老師說你可以平放 或是用擦的方式把它擦進去 天生素色淡雅的石膏 被刻意布施成一片一片的繽紛花園 因為天然香氣的源頭 就來自這一些花朵香草 如果我想要做裡面 它的主香蕉是玫瑰的話 我可能就會直接來找相關 類似玫瑰的主要的主角素材 直接在上面做搭配 對 或者是我做的可能是比較 辛香料一點的味道 那我就會找可能像是肉桂 或者是一些比較咖啡色的種子 它就是能夠代表我這一個氣味的樣式 就是原本覺得我是來工作的 可是每次逛完回去都覺得很開心 各種花材乾燥染色過後更加的盛開燦爛 搭配不同時令不同客群花樣多端 石膏香磚多了更多的節慶個性 蠻重要的一個地方是顏色 比如像有綠色的話就會蠻適合男生 或者是中性 或者是像聖誕節 它可能需要帶一點點綠色的素材在裡面 創業之前郭戴萱在媒體擔任活動企劃 很上場著跟想爆點 如今手作體驗也幫著學員創造作品的亮點 就很像真的就是插花 插紅不是插在海綿上嗎 那我們蠟燭就只是把它插在快要凝固的蠟燭表面 然後讓它可以直立的停在那邊 那大家看到正面的時候就可以很完整 看到它花朵的樣子 把香氣視覺化也藉著花材 讓每一次的課程主題 都有些許的差異維持新鮮感 在設計課程備課的同時 郭戴萱自己也備受療癒 這種的話我就會稍微剪長一點 因為長的話我們就或許不會是插在上面 而是平放在那個蠟燭上面 很像一個花圈的樣子 其實如果我剛開始說真的 我沒有想說 我要把它當成事業來註明什麼的 就只是我想要找一個以前面 沒有做過的事情來做 好玩 紓壓我自己 做一做就覺得很好玩 你很多想法 詞綴的正直開始小資創業之路 說而來容易 但要帶動業績卻非常的不簡單 尤其在台灣各種課程教學 雨後春筍一般的出現 手作蠟燭早就是紅海片 很競爭很多超多的 你只要看個影片做一做 你其實都把它做得起來 只是你有沒有很精緻而已 對中能活得久 就是你平台的差異性 跟你的你有沒有很認真在經營這件事 星球蠟燭是郭戴萱創造差異的起點 一層一層的情緒色彩得有耐心花上時間 對著每一層凝固 再慢慢堆疊累積 說難不難卻也是自找麻煩 其實我個性很急 就是我花了大概一兩個小時吧 在等待它這一顆 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之後 然後竟然站在你面前就整個崩壞 就是你會覺得天啊 那我剛剛花的那些時間到底在哪裡 不斷開發產品的獨特性 讓香氛以不同的樣態持續延伸 隨著對岸推出各種政策優惠 郭戴萱也正在多方嘗試 因為如果他竟然是能夠扶持我們的話 那肯定會有一些方案跟政策的優惠 是有助於我們這些剛起步的年輕人 我要思考哪一個點 是適合我這個產品跟品牌 未來走向要發展的地方 以及它的配套的措施 是不是適合我這個品牌在那邊 早在去年品牌商品已經授權對岸在大陸銷售 各種香氛系列大獲好評 尤其這的手作 每一件的形式都略有差異 種異於工廠量產的溫動 正對文青時代 我其實自己是在做設計類的 看到這些文創的東西然後就很喜歡 跟那種機器做的肯定就是不一樣 他們的文創其實發展的還滿蓬勃的 因為他們的經濟剛起飛 所以他們很願意在路上逛街就掏出錢 那特別是對一些比較新奇的東西 像比較歐美的咖啡 或是香氛新興的東西 搭著品味喜好的順風車 台灣的小資創業家 把握著屬於這個時代的機運 在文創的路上創造商機 等等 還有一些記錄的地方 一些經濟的等級 很流行的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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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學院 我就是 revision